您觉得家长对他们的孩子 无论是在学习音乐或是学习中文的进度这方面 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进度因人而异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学一首或者两首曲子 甚至可以弹奏三首曲子 但是弹奏的技巧上比较粗糙 可是孩子们也很有兴趣 后来我们试着让孩子们一个星期练一到两首 但是对孩子的专业技巧手指的动作 各个方面的技巧要求更高 我们发现孩子在这方面做的也非常好 不同的孩子的接受能力差别也很大 所以我认为适合是最好的 在这里我有一点特别想跟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本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学习音乐和中文的过程当中 我也曾经有过一段就是痛苦的思索 因为如果孩子们只注重技巧性的知识 他可能在热爱这一方面 兴趣这方面就会忽略 其实我们是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 兴趣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我们要保护孩子的学习音乐或者中文课程的兴趣 同时也要求他们有进度 也就是说我们对孩子的确是有要求 但是这要控制在孩子可接受的范围 拔苗部长是非常不建议的 但是我们会温和地坚持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作为一个音乐学校的经纪者 我 我的经验